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的1月15日 这两年我们不断地看到中国的无知粉红在中共的煽动下抵制各种外国商品 HM, Nike,包括前阵子遭遇退卡潮的沃尔玛Sams Club等等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购买和使用这些商品是辱华 那么请问,给外资各种优待和特权的中共政府算不算大大的辱华呢? 很多底层粉红可能连温饱都有问题 所以他们基本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发生什么 这离他们的认知实在是太远了 事实上,今年开年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中共政府已经多次辱华 不断地放低自己的身段 求着外资们多多的进来 来了,您就千万别走了 眼下美联储夹息在寂 逆向放水的中国政府 别看嘴硬得很 身体却很诚实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揭调中共政府的这张画皮 就在昨天的1月14日 证监会宣布启动货赢对付改革 降低结算被付金最低缴纳比例 这有利于减少全市场的资金占比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翻译成人话就是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来炒股 变相给外资家杠杆 让他们能投资中国股市的钱变得更多 这是专门为外资制定的利好 那有人可能就会提出质疑了 你凭什么说中共辱华呢 货赢对付改革难道不是都改革吗 对内资难道不起作用吗 诶,还真就是这样 因为本次改革只涉及机构投资者的自营和托管业务 所以个人投资者不受影响 国内的基金公司也不受影响 受影响的就是外资 那么请问粉红们 对内还是那一套 给杨大人一好处 这算不算辱华呢 今年开年以来 疫情反复 美联储加息在即 中国的A股是惨不忍睹 日前西部利德基金经理盛芬妍言在微博发文 这几天爹的都不敢去丈母娘家蹭饭了 称自己一个月亏掉了丈母娘一年的退休金 在这种行情下 外资流入A股的节奏有所放缓 当前外资的A股持股占比约为5% 处于明显的低配阶段 事实上 如果大家有看我去年的一系列节目 就会发现我常常提到 中共政府如今注重降低资本市场的门槛来吸引外资 因为实体经济领域大量的外资已经撤离 或者不打算增加投资 这里拿特斯拉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 特斯拉自从在中国设厂以后 想要轻易撤离 那是很困难的 强势如特斯拉 虽然做到了独自在中国设厂生产 但是中共政府照样会给你制造人为的麻烦 既然来了 总要留下点什么 比如核心技术什么的 能偷就偷 偷不来 那就软硬兼施 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 还有利用的价值 那是肯定不能彻底得罪的 所以干坏事的都是民间力量 而出来替特斯拉撑腰的 却是政府青天大佬耶 这么说来 按照粉红的逻辑 中共政府的这种行为也应该算是辱花吧 明显胳膊肘往外拐呀 但是人在屋檐下也不得不低头 特斯拉在一定范围内 也只能配合中共政府的要求 比如在新疆开个店什么的 实体外资工厂最大的麻烦 就是来自政府的骚扰 于是你想让特斯拉扩大在华投资 对不起 人家不干了 意思很明显 咱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 中共政府的这种热情好客 尾时让人家受不了啊 而资本市场 由于没有实体工厂的牵绊 外资是可以做到来去自如的 中共政府打开资本市场的操作 更像是引证之客 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 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很简单 炒股不过就是点点鼠标的事 人家觉得有利可图 那就来抄底 挣了钱 感觉有风险 那就跑路 你给一家外资下套 让人做了接盘侠 或者制造离场困难 那么对不起 再也没有人会来了 所以中共为了给自己不争气的A股市场拉投资 非常有诚意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去年8月 即花旗集团成为首家获准在华开设托管业务的外资银行后 摩根大通或中国监管部门批准 成为首家外商独资券商 紧接着10月 中国监管机构宣布高盛集团业获准成立类似的企业 全资持有其在华证券业务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也宣布其中国全资子公司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获得中国证监会给予的业务许可证 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独资开展公募基金业务的外商资管公司 最新的消息 摩根士丹里正在寻求今年在中国获得五张新的银行牌照 花旗集团成为首批为北交所提供清算与结算服务的外资银行 并且在上个月申请了证券交易和投资银行许可证 然后接下来今年还会申请期货许可证 华尔街认定了中共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挣外汇 于是不顾中国的政治风险蜂拥至中国的资本市场 这里中共到底私底下给了洋大人们什么承诺和好处 让华尔街如此的义无反顾呢 这些事自然是不会让粉红们知道的 就算知道了 也可以通过叼盘侠们放出一篇大棋论来 比如说国家这么做是为了绑架华尔街 进而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但是资本市场的买卖自由度高 况且在金融领域中共政府的监管能力太差 往往是后知后觉最后只能一刀切 因为他们对很多东西都不懂 不懂还不愿意学 所以说到底中共和华尔街之间 到底谁玩谁还真不一定呢 我猜这就是华尔街的底气 而这一切都离粉红们的生活和认知太远 自然是党说什么就是什么 否则他们也不是粉红了 是不是 外资意味着外汇 外汇才是真正的党国家底 所以如果外资全跑了 皇上拿什么钱出去冲大款呢 参考以前日本南洋街的血泪是 当皇上不够外汇花的时候 只能把成捆成捆的小粉红送出国做奴工 为他挣外汇咯 所以为了粉红们自己好 赶走外资这种事也绝技不能做 记住啦 中国前几年为什么不肯向外资打开资本市场呢 因为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够火热 实体经济能带来稳定的就业 外资先进的技术能带动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 外商投资实体经济当然是对国家最优的选择 然而皇上登记以后 以火箭速度开倒车 再加上战狼粉红们的推波助澜 中国的政策风险加剧 趋利避害之下 外资撤离的速度也就加快了 事实上这几年除了特斯拉 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跨国大公司来中国设长了 而就算是特斯拉 也可以做到拒绝合资 独资经营 这在进入中国的车企中是头一个 从中也看出中国政府的服软和让步 当然这里自然也有中国自己的判算 比如要它的技术和数据 如今的中国市场 在外资的眼中已经不是投资中国的概念 他们更多的只是想把产品卖到中国罢了 至于开设工厂造负中国人的事 日本人干过 台湾人干过 香港人也干过 如今看来他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所以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干了 而硅谷钢铁侠马斯克不怕被共产党杀猪拔毛 恐怕是不屑于地球上这一点破事 人家的眼光已经在火星上了 正是由于实体经济领域 外资的投资热情不高 迫于无奈之下 中共政府才选择打开资本市场 打开的程度如何 完全取决于外汇的缺口 今年刚开年就向外资示好 放大招 可见由于中国的经济形势难以令人乐观 中共当局急了 必须抢在美联储加息之前 想尽办法留住外资 就像我刚才说的 资本市场的钱来去自如 只要美联储一加息 这些钱哟一下 就能瞬间回到美国 如果是实体工厂 这种风险就能削减很多 毕竟工厂长期运营 需要稳定的投入 接下来中国政府会继续在资本市场 为外资开绿灯 就算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 也要尽力保证减少流失 另一方面 外汇的缺口仍然要想办法弥补 有一条消息 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就是2021年年底 瑞士联邦税务局 基本完成了与上百个国家或地区 移交相关离岸客户资料的工作 根据瑞士官方公布的数据 瑞士税务局已向合作方 共享了约330万条金融账户信息 这里面包括账户持有者的姓名 住址 国籍 税号 以及税务申报机构 账户余额和资本收入等信息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 已经拿到了所有中国人 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信息 新一轮的查税分波 正在酝酿之中 在瑞银开户的中国人 主要就是两类 贪官和富商 贪官自然不适用查税的由头 但是可以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有力武器 所以下一轮被查税的 主要就是在瑞银藏了巨额财富的富商们 至于是谁 我们且看戏就是了 过不了多久 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在2021年终盘点的节目中提过 当下的浙江富商们正在为了躲避共同富裕 而进行资本大逃亡 其中一条主要的洗钱通道就是瑞银 所以一旦瑞银的账户信息不再是秘密 那么肉身还在国内的他们就极有可能会遭受变本加厉的清算 可见当下的中国如果想要保障资产安全 只有人和钱一起翻墙逃亡这一条路了 当然不管是贪官还是富商 这一切又都跟粉红们没有关系 不管是中共又给了洋大人们什么特权 粉红们只有挨铁拳的份 而至于是否辱华 党妈甚至有时候都不屑于在粉红们面前 遮掩一下 因为反正粉红也看不明白 也不敢明白 好 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并打开小铃铛 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啦 by bwd6 by bwd6